住職是主持人 安博官司大敗后 首次接受专访 表示自己不在乎外界观感 但安博愤愤不平 认为社交媒体有欠公平 对于陪审团的判决 安博表示不怪他们 对于抢尼粉丝 力挺按赞的声量 完全碾压 安博说他不怪他们 安博遗憾的是 他的败诉对女性而言 只是更加挫折 评论也呈现厌女倾向 但后来又说 他的证词不被踩信 非常遗憾 而纽约邮报指出 这一场世纪八卦官司 可能将影响 美国对言论自由的定义 受迫害的女性 未来也可能在官司中 屈举烈事 更有人因此害怕 而忍气吞声 不过网路声量 目前确实一面倒 挺藏泥 甚至传出 有人发动连鼠 想要换掉 安博在水行侠中的角色 记者陈里信报导 有三种版本的 这个水神的雾化器 这个比较大的 它是比较适合大瓶数的 那再来呢 还有这一种款 这我们办公室很多 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里买呢 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上面就有了 记得输入优惠 马上就给你折扣